大家好,我是JY 今天來聊台灣的輪胎大廠 是回應這位網友 想要知道的公司是 建大 公司簡介建大全名為建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於1962年 資本額是90.9億 是一家以生產自行車內外胎起家的廠商 目前產品除了自行車車胎外 還包括機車內外胎 工業用車內外胎 輕型卡車內外胎 轎車胎 輻射層輪胎及防水膠布等 並以自由品牌Kenda行銷全球 是台灣第二大的輪胎廠 僅次於振興 主力產品為自行車及機車內外胎 銷售中心主要著重在中國大陸及東南亞地區 輪胎中各胎別銷售比重 轎車胎約佔25% 機車胎約佔40% 自行車胎與內胎約佔25% 其他約佔15% 獲利能力 從1990年上市 至今31年 每一個年度都是賺錢的 額見大是標準的景氣循環股 可以看到從2009年以後 獲利是很好 走一波大多頭 到2016年 EPS平均是在3.93元以上 是相當不錯 不過當景氣往下走 獲利就很明顯下滑了 2017年EPS是0.38元 是近期的新低 也是歷史的次低 其後的幾年 EPS最好也沒有超過 1.2元 是走在谷底 去年 2021年的營業收入是 349億 成長15.3% 全年的財寶是還沒有出來 我們就來看去年前三季 營業收入是 266億 成長20.72% 營業毛利是 56.6億 成長10.72% 毛利率是 21.2% 下降1.94% 營業利益是 17億 成長96.53% 營業利益率是 6.38% 上升2.46% 稅後淨利是 13.2億 成長117.24% 稅後淨利率是 4.97% 上升2.21% 累計EPS是 1.46元 光前三季的獲利 就已經超越 全年整年的獲利了 也是近五年來的新高 主要是受惠 車式回溫 輪胎營運轉強 而原物料 像是天然橡 合成橡 等 報價 是持續走揚 建大陸續調整售價 以反應成本 這部分建大是 成本控制得宜 營業費用減少 也是獲利成長的原因 營業現金流 前三季是 -11.8億 營業現金流流出 主要原因是在 存貨增加 可以看到 建大的存貨周轉天數 是逐年上升 去年前三季也是逐季上升 第三季是125 是近五季的新高 導致大部分的現金 是卡在存貨 在營業現金流 為流出的情況下 如果又碰到 投資活動 或是籌資活動 有現金流出 那麼自由現金流量 一定為負數 建大的投資現金流 是-25億 橡膠輪胎業 一直都是高資本支出的產業 可以看到建大幾乎每年都有不少的 投資現金流出 不過即使在近幾年 是輪胎橡膠業的谷底 建大本業上依舊是賺錢 沒有虧損的 營業現金流 建大在前幾年 是維持正的 營業現金 對稅後淨利比 2020年的前三年 也都是在80以上 顯示它的經營績效 是沒有什麼 太大問題 建大整年度的財報 是還沒有出來 這個 後續可以再觀察 三立的部分可以看到近五年是呈現微效曲線 是由谷底往上走 不過從去年第一季就開始逐季下滑 到第三季毛利率是16.78% 營業利率是2.5% 稅後淨利率是2.45% 都是創下近幾季來的新低 三立起降主要是受到疫情影響 配合防疫政策 許多國外廠房都暫時性停工 疫情停工 限制產能 才導致三立不佳 不過第四季隨著疫情趨緩 國外廠房陸續復工 近期產能已經恢復到停工前的水準 並持續增產中 訂單是遞延的 第四季的三立與獲利是有望回升的 現在的本業收入比例是76% 標準是要高於80%以上 從第三季的財報上來看 業外收入是0.69億 主要是利息收入0.28億 其他收入1.02億 這個其他收入是鼓勵收入 幾乎是每一年都有的收入 所以建大的業外收入超過20% 並不是一次性的業外收入 而是由利息及鼓勵所組成的 是每年常態性的獲利 其實這個就可以直接算入他的本業獲利了 負債比例是58% 標準是要低於50%以下 負債中主要為非流動負債 占33% 裡面的長期借款是136.76億 就佔了30% 這個就是前面提到的 投資擴廠的資本支出 是建大建廠房及購置機器設備 自有資金不足 部分向銀行辦理借款 另外流動性負債是佔25% 其中又以短期借款 以應付賬款為前兩大項 短期借款是幾乎每一家公司都會向銀行 借貸周轉的款項 而應付賬款是屬於 無需償還利息的好債 建大在過去的資料中 負債比例多維持在50%到55%之間 雖然是略高於標準 但是並沒有太突然的上升 這部分後續追蹤即可 鼓勵政策 連續34年配發鼓勵 合計發出50.97元 從上市以後是至少連續配發鼓勵 0.45元以上 在2020年是配發現金鼓勵0.4元 股票鼓勵0.4元 合計0.8元 是創下至2010年以後的新低 主要是結束深郡救場 發放補償金 導致獲利下滑 也使得鼓勵是創下近期的新低 而今年的鼓勵是還沒有公佈 如果去年第四季的 占率能夠提升 個人推估 去年前年的EPS 是有機會在2元以上 鷹魚分配率的部分 建大是相當的特殊 也就是在賺多的年度配得少 賺少的年度配得多 節償補短 如果EPS在2元的話 鷹魚分配率是大約落在70%到80% 以80%計算推估是配1.6元 目前殖利率是5% 實際也是以官方公佈為主 建大近五年的填習機率 是在80% 也算是在標準之上了 綜合評估 目前全球車勢 是逐漸回溫 汽機車電動化的趨勢已經逐漸形成 但這個對輪胎的需求 是沒有太大明顯下降 台灣 汽車新車 平均每年銷售量約為40萬輛 機車新車銷售量約為80萬輛 2022年全球汽機車 新車銷售量預估將有機會 各達7500萬輛 主要成長市場為亞洲國家 全球 將有45%的新車會在亞洲 建大也將會因此而受惠 輪胎市場主要分為 OEM新車原廠零件 AM售後維修服務 兩大供應體系 建大營收比例大約是新車市場 佔45% AM市場佔55% 新車市場是誰景區波動較大 AM市場可說是穩定的增加 而建大也就是在穩定中求成長 今年1月的營業收入是29.36億 微微的衰退 2月營業收入是27.12億 成長16.9% 累計56.5億 成長7.05% 是創下同期歷史的新高 營收獲利是已經逐漸在加溫 技術面來看 是不是谷底向上的形態呢 這個自己看就知道了 另一大的利多就是深郡廠土地開發案 因臨近地鐵站及高鐵站 優越的地點交通便利 目前深圳當地 每平方公尺 單價最高可達 人民幣10萬到12萬元 若保守以5萬元推算 法人預估深圳廠 第一期 土地開發案 可貢獻建大 每股稅前盈餘 約31.5元 EPS也大約是在 24.5元 未來潛在 土地開發利益 是相當可觀 不過這個時間點 時程大約是落在 2025年 所以對於建大不管是基本面獲利 技術面 及未來性 都是相當樂觀的 但股票想要有獲利 還是要看長遠一點 不要太短視盡力 本集影片就到這邊了 謝謝你的觀賞 喜歡影片 也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